胆固醇高是一种心脑血管疾病 一般是高血压的并发症 容易发生肥胖的中老年人身上 胆固醇过高一定要重视药物治疗 而且要注意饮食调理 要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 多吃有利于降胆固醇的食物 同时还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要注重运动锻炼来增强体质 这样才能稳定胆固醇 保持健康的水平 一、海带 海带中含有丰富的牛黄酸 在平时多吃可以降低血压 以及胆汁中的胆固醇 同时海带含有的食物纤维和藻酸 能够有效地抑制胆固醇的吸收 可以起到促进排泄的功效 二、韭菜 韭菜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 具有通便的作用 可以有效地排出体内的有害物质 能够起到清热排毒的作用 也是可以起到降胆固醇的作用 三、鱼肉 鱼肉中含有的脂肪酸 对心脏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同时脂肪酸可以降低血压 而且还可以预防中风的风险 胆固醇高的人可以多吃鱼肉 最好是采取清蒸的方式 四、玉米 玉米中含有的微量元素 可以降低血清中胆固醇 还可以使用玉米虚来煲汤喝 都能有效地降胆固醇 一、不要吃得太肥腻 胆固醇高病人在平时要注意饮食禁忌 不要吃太过肥腻的食物 因为体内含有的脂肪是非常高的 吃脂肪多的食物会加重病情 二、尽量不要吃甜食 因为糖分是胆固醇的原料 在平时过量的吃甜食就会加重病情的恶化 三、少吃海鲜 胆固醇高的人尽量别吃海鲜 因为海鲜中含有的胆固醇是非常高的 不仅会对病情加重 同时还有可能使病人会出现过敏的症状 胆固醇高应该吃什么 胆固醇高的人一定要注意饮食健康和生活有规律 首先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在平时要多吃五股杂粮 不要吃一些精致的甜品 还要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 多吃西红柿和芹菜等食物 这些食物都有助于降低血压和降板骨醇